火山口是地殼深處刺熱熔岩噴出地面的出口 熔岩的溫度是可以高達1300度 足以令地表變成名符其實的人間地獄 假設你不小心跌入熔岩,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的身體是不是好像電影裡面一樣會被熔岩慢慢吞噬? 以上問題科學家都可以為你解答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普通人要接觸熔岩絕對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要去到火山口進行歷險,首先要克服的是登上火山的一段嚴峻的路程 由火山源源不絕湧出的火山灰對人類造成的危害比起熔岩本身還要恐怖 而活躍的火山釋放的熱力是難以想像 接近火山口的位置,氣溫會瘋狂飆升 站在活火山的邊緣,你有機會感受到接近500度的高溫 即是說還未碰到熔岩,你個人就會變成蒸熟了 除此意外,火山無時無刻都會放出各種致命的毒氣 包括二氧化瘤,一氧化碳和綠化氫等等 這些毒氣有機會令你命喪前往火山口的途中 由於由綠路前往活火山口是有很大風險 所以有不少研究火山的科學家都會乘搭直升機低空飛越火山 假設你在火山口的正常方不小心掉下去 而有沒有因為高溫和毒氣身亡的話 在你撞擊熔岩的一刻是會有些什麼感受呢? 我們要明白的是即使是最高溫的熔岩 它的密度都比起水要高兩倍以上 黏度更加達到水的十萬到一百萬倍 換句話說,如果你不幸由高處跌落熔岩 撞擊熔岩的力度會即時令你粉身碎骨 由於一個低溫的物體接觸到極高溫的熔岩 在下一個瞬間就會發生慢烈爆炸 而電影中經常見到人體慢慢沉入熔岩的場景 在現實中是絕對不會發生 另外,雖然有人認為人體的密度只有熔岩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墜落熔岩的絲鞋只會浮在熔岩表面慢烈燃燒 但這也是錯誤的想法 因為根據科學家的實驗 衝擊熔岩產生的爆炸足以導致對流現象 而持續的燃燒就會產生各種氣體甚至是小型的火山爆發 所以當物體跌入熔岩之後 是會在熔岩湯裡面不斷翻滾 直至化為灰盡和濃煙 人類跌入火山的事件其實是經常發生 在2007年就有一名香港旅遊客 不小心跌落號稱是全球最危險的火山之一的 剛果尼拉動過火山最後不幸身亡 所以大家旅遊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登上火山 就一定要多加小心了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然後遇見 transparent 所先來的賽關 也會看到什麼 像入补 也會看到